在香港发生修理风波 国家安全遭受前所未有危险的关键时刻 中央以坚韧不拔的政治定理 坚守依法治港初衷 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成为解决香港乱局的标本监制之策 这对于两个大局和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香港基本法23条长期没有立法 法治的污漏遭遇了最猛烈的连夜雨 美西方盯上了这个污漏 妄图通过策动港独自觉蓝炒黑暴等搞垮香港 这一法治漏洞必须坚决补善 香港高度开放的国际化优势和成熟广用的法治化优势 是香港的安生立命之本 有开必有核 有放必有收 中央用法治的手段都劳香港国家安全的底线 避免香港城门洞开 无阻而乱 是对于香港切身利益的最大保护 香港有的法治有良好的基础 港人对法治是乐意接受的 管制团队依法办事有的良好的习惯 反正妄港势力是惧怕法律制裁的 中央坚守依法治港 维护香港法治的决心 信心和苦心 起到了最大公约数的作用 得到了最广泛力量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